欢迎收看方方面面 我是雅芳 今天再次为大家邀请到 是我们叶宜成教授 叶教授您好 那么我们要继续的请 投资人好好的跟雅芳 一起来看这一本操作上面 其实是简单 而且能够有固定安稳报仇的 这本书叫台股安稳因子投资法 那么在上一集当中 教授花一点时间来告诉我们 什么是因子投资 有三大的要件 就从这当中 我们去筛选出来 再寄报前40名的好股票 然后安稳来投资 那么叶教授目前是在戴江大学 教授 那么他还是人工智慧跟统计学的专家 那出了很多财经相关的书籍 那只要你每年花8小时 然后我们算嘛 4次的财报 对不对 寄报嘛 那你一次寄报出来的时候就是2小时 那报酬近20% 天天都能够睡得着的 这个好股的选择方法 而且如果按照您过去 大概20几年的一个投资 对不对 稳定报酬大概都已经超过19% 将近20% 这个其实已经可以几乎将近 我们股神巴菲特 平均60年投资 厉害 算是我们教授级的股神 对不对 我们叶教授 叶教授我们今天是已经跟投资没有预告 我们要进到实战 对不对 好那实战经验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您帮我们选的几档个股 说股神不敢当了 因为股神大概年轻的时候其实他报酬也可以达到将近130% 只说后来他的那个就是资金庞大了 那我这本书当初呢是讲到2023年的Q1 所以我们呢这次的实战 我们就从2023年的Q2开始 第二季的财报呢它是8月14日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根据8月14日的财报来选股 那他的下一次是10月14日 所以他的持股就大概持有这三个月的时间 好我们来看看 这张图里头横轴呢是季报酬率 就是持有一季啊他的报酬率多少 你看这百分之零五十一百到两百嘛 那这边呢就是他的前二十股 就是说系统是第一名啊 这个是定义控股呢是第二十名 那这边就报酬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因为这个持股期间大盘它基本上是小涨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股票呢大部分都是涨的 那有些跌但跌的幅度很小 那其中呢有两股呢是涨幅最大的 就是这个系统跟这个定义控股 这个是按照书上老师教我们的选出 评分前二十名的股票 这是在2023年Q2的财报这样选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取其中的系统为例好了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数字 括号里头的数字呢它实际的值 比如说系统呢在Q2财报里头呢 他的季报酬率是4.66% 算蛮高的哦 因为它是季毛 那如果你把它乘以4倍的话 你看就快要20%了是很高的哦 那得到82分 那他的PP很低 不到1 他0.95也就得到87分 这是你给他评分 对 就是上映第一期的时候 你有教我们怎么样做评分的 对对对 那R呢就前一个月啊 他的报酬率 他是40点之后很高分了 所以他得到100分 所以三个加起来就第一名了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现行啊 这是一个周 周K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呢到这边为止 他都不太动 这个黄色框框里头呢就是他持股期间啦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呢 8月14那个时间点 所以可以让他前一阵子呢已经开始在涨了 我们不是神仙啦 我们不可能 你觉得这边是有人早知道的意思吗 这很正常啊 然后在第二季财报公布最后 对不对 他也有可能根据他的这一个 比如说啦 他月营收啊 因为他已经算出来说 他的财报不会差啦 或者说有人会看记录线或筹码的部分 他现卡位也有可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啦 他已经开始上涨 所以他的评分很高 这个前一个月的报酬率 因为前一个大概这么宽 他报酬率其实很高 而且你看这边出 业绩公布之后 他的量就出来了 有量有价 他似乎是受到记报的影响 我们持股期间呢 就算到这个 昨天的8月14日到10月14日 他涨幅也相当的可观啦 所以他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下一次 下一次Q3呢 他的选股期间呢 那就是呢 这里就有一些变动了 对不对 11月14日的时候 那一样呢 横走的是 这个报酬率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他这边的横走标最多到50%而已 那这边呢 长荣是第一名 一直到长荣钢呢 是第二十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这一季啊 他的持股期间里头呢 大盘呢 是中幅涨了 中幅上涨 所以其实你看 几乎都上涨了 那不是都很厉害了 而是因为大盘本身就是上涨 那只有两个股票呢 跌幅也不到10%也还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呢 涨幅可以超过20%有三支 超过20%呢 还有额外的另外三支 算是不错 嗯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长荣好了 那我们知道他 他有点古怪啦 他有时候长 增值有减值 那他这个减值之后 他就变便宜了吧 那一开始表现也算平稳啦 没有涨也没有跌啦 不过你可以发现到这边以后啦 因为我们是11月14嘛 对 他在前一个月好像是几周啊 有点开始往上涨了 OK 事实上那周他营收真的开始变好了啦 你去看他营收 他这前几个月营收 真的是有上涨 然后呢 我们的持股期间呢 就假设说呢 到这一个三月底 就是到这一个 3月31号的时候 发现上涨确实有上涨 我们看他的成绩 他的当初我们为什么选他 他股东权益报酬率不低 得到83分 可是很便宜 因为他这个股价很便宜 得到99分 他之前有上涨 所以得到94分 这是他能够得到低的原因啦 你可以发现到 就像你考台大电机系好了啦 你不能哪一颗考低了 每一颗都要高分 你才会进台大电机系 再有一颗低啊 低分就不会进去了 就像比如说台积电 不容易进入我们的榜内 因为他的股价真底蠻高的 所以他每一项都很高分 就是这一项啊 没办法非常高分 只要挤不进前半就好了 挤不进你的前40名就对 他可能前半名 但他自己长好股票 因为台积有一个优势 我们不是讲过吗 就是说 ROE必须有可持续性 他的持续性很好 他一直长期获利 所以这个呢 可能要额外考量 这是第四点 明白明白 接下我们看第四季 他的财报呢 是在隔年的3月31 那么看看呢 一样呢 这横走到60% 那第一名是南指电 我们看到我们熟悉的 鸿海出现了 是 鸿海出现了 而且他报纸不错 你在那个时候 就是说第四季才要出来以后呢 去买他 到了 8月6号的时候已经 涨幅超过40% 所以如果按照您的这本 这本书上就是台股安稳因子投资法 在 去年的第四季的时候 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前40名的这个筛选的条件出来的 就是按照 三个因子的筛选的时候 鸿海已经几近了 已经净绑了就对了 所以呢 我们就 以大家比较熟悉的鸿海为例好了 那鸿海呢 他之前都相当的平稳 都是在100块左右 那时候不是 很多网友都来问吗 100块钱的鸿海 破100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如果按照教授这样 用财报来选股的话 二话不说 当然就是考虑 因为其实 其实鸿海有点委屈 他的股价是有点委屈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基本面 他的这个季报酬率 就是Q是这个季报酬率 3.48 不是说很好了 76分 那他的PP呢 也不是说很低 72分 偏低 72分 不过呢 他的涨 上涨很厉害 就他前一个月报酬率 43.5% 大概99分 他可以打败99%的股票 所以呢 我们不是神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点满进 但是这个点满进也不错 这点满进之后 虽然后来有下降 可是呢 他在这个期间还是上升的 这个是周K 没有 对是周K 没错 所以到7月15 这个时候呢 他已经涨了不少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有耐心 像说 这边一开始下来的时候呢 你要对自己资予有信心 要耐得住 真的 OK 否则就错失了良机 那我们来看 最新的 对 2024 在第1季的战绩如何呢 好 我们知道第1季的财报 他是在 5月14的时候公告 今天呢 是8月14 今天也算是 第2季财报的结束了 第2季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要去悬股了 好了看看 这一季里头 排名第1名的呢 是 这个三商 你说这一季好像赔很多股票都赔的 没办法 因为这一季 我是算到8月6号为止 他的报酬率是结算到8月6号 算是5月14买进来的 到8月6号为止呢 我们发现到 跌了股票多 可是呢 还是有一些是涨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个三商呢 他也是涨100% 那我们就来检讨一下 三商为什么是一个好股票 从这个第1季的观点来看 事实上三商之前他下跌了不少 那不过你可以发现到呢 在Q1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5月14的时候 那到这边是8月6号 在这期间他已经涨了一段 所以你看他一个月的报酬率头 涨了15.9% 得到93分 他可以赢过93%的股票 另外他ROE6.66 94分 很好 这是赚钱的公司的股票 股价也不贵 才1.06 00倍而已 所以得到88分 G1这三项 所以他就得到第一名 新的持股里面 这一段虽然是在下跌 但是他还好 没有 基本上是涨多跌少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 好我们就可以来检讨一下 我们这四季的战果了 对 这张图里头啊 就是从2023年的Q2 Q3 Q4 跟Q1 2020年Q1 我们指的是指说你用哪一季的财报 去做投资 所以比如说你这个Q2 其实他的持股期 不是Q2那一季 实际上他的持股期是从8月14 到10月14 因为他是财报8月10几号才会出来 8月14才出来 我们持股到下一次的财报为止 那 看到蓝色的部分呢 他就是 这一个大盘 所以看到 这个小涨 中涨 大涨 但是呢 这边就变跌了 那为什么也没有跌很多呢 这一次大概在7月中旬的时候开始反转了 所以我们这个Q1 在包含时间从5月14 到8月6号 这前一段是涨的 他刚跌而已 所以他抵消掉 那么看到局势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个选20股 他的绩效 那这个Q2很好 那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股票 涨了150%以上 所以他分下来 分给20股的话 你看150%除以20的话 还有7.5 他贡献了7.5 所以他会偏高 所以不过看起来呢 他几乎每一季都是赢的 虽然说这一季是赔的 但是他基本上赔的比较少 所以我们就特别把他的差额 算一下 这个蓝色的柱子 就是他的绩效的差额 就是每一季呢 把大盘的绩效 跟我们的20股效做一个比较 我们发现他都是正的 所以这代表说呢 我们的这个选股 实际上是成功的 即使在 Q1这个地方 他大盘是下跌的 我们跌的比较少 这个选股 他不太可能说在 股市大跌的时候也会涨 我们是做不到的 我们承认这个选股是做不到的 好老师近四季的绩效比较 如果从这个图表上面看 这是已经都打败大盘 是一个超额的季报酬率 那您刚刚提到我们的因子有三种来做筛选 那我们投资本您可以看一下 苏藏老师其实在第11章里面就有一些筛选法 排序法 或是成长价值法比一点 然后因子的一个 定义跟公式 其实书上第119页都写得很清楚 主要是因为 搭工作忙碌 也没那么多时间 那你好好把它当成是投资的宝典 而且最主要重点是 你每年 就花 8小时 可是老师 如果薪酬是不是就8小时 不止 第一次当然不是 我是说你熟练以后 你熟练以后 就1至2小时就够了 对 其实赚钱真的是要做功课 你要投资自己 那每年花8小时 报酬近20 你要媲美这个 巴菲特 可以做得到 然后天天睡得着的 股票投资法 老师 我们去找这个财报的数字 有时候就是报纸都会有 那再也就是说是不是 证交所 还是说有一些 是要 有一些软体吗 帮助我们吗 要怎么看 因为 当然国内有一些 专业软体 如果一般投资的 没有这个软体 对 证交所他都会公告 那证交所呢 你可以去下载他的档案 就可以把所有 股票 他的 所谓的财报 就是所谓资产负债表 省意表 列出来 那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的 这个资算表里面去 就可以排序 这也就是 每家公司他必须要上传到 证交所 老师 那这本书读者看了之后 给您的回馈 分享是什么 基本上我一段很多读者 他本身也是 专业人士 比如可能是分析师之类的 OK 他也喜欢看这样的书 对 那 他们是觉得说 虽然说理论很复杂 但方法很简单 你说 既然方法很简单 为什麽不只教方法 还要教理论呢 原因是 其实我们人 投资很重要 信心是无价 因为我们如果说对一个方法 没有信心的话 你买了以后 隔天跌了 就 好像是精神恍惚了 就把它卖掉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很强调说 信心很重要 你如果了解他的原理 你会有信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看他的回撤 因为这本书很强 他回撤 你看他 这回撤20年 看起来继续都不错 应该可以放心 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 其实看这本这么厚的书 第一次产生信心 OK 光是说方法本身 其实很简单 是 好 这本书呢 不仅是投资的一个 方法 简单 但最重要的是 增加你的信心 我们再次的推荐这本好书 也希望我们所有投资人 你想赚钱的话 其实我觉得 你应该好好的来看 好好的学习 跟我一样 我其实也看了这 我觉得受益真的非常的多 台股安稳 英子投资法 对上班族来讲 我们不就是投资股票 想要吃的好 睡的好 也就是不影响本业 那非常谢谢我们的教授 那也祝你这本书 其实已经是长销书了 继续大卖 然后呢 你不要说是最后本书 继续再写好书 下次也再 再次邀请了我们叶教授 传授他的投资的宝典给大家 好给教授按个赞 别忘了给我们方法明明 按个赞 订阅跟分享 今天节目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